大家好 我们平时给兰花浇水有两个最好的方法 一个是浸盆法 第二个就是直接倒在盆堵的表面 有两种方法 那么浸盆法 也就是说将这个盆 整个花盆放到一个装摇水的桶里面 将这个花盆全部给浸泡 这样子给兰花浇水有一个好处 就是非常容易将兰花浇透水 整颗兰花放进去泡的话 每一个角落都会浸到有水分 所以这种方法不会引起兰花空耕的这种现象 那么它有不好的地方也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在家里面养有几颗兰花的话 那么始终有一颗兰花得了一些病害 或者是续菌感染 如果说这个兰花用了浸盆法 那么其他兰花一起拿来浸盆的话 就会感染到所有的兰花 我们使用浸盆法来给兰花浇水的话 必须要避免这个问题 那么第二个方法就是直接 撒在这个花盆上面的话 这种浇水方法 这种方法非常容易让兰花浇不透水 如果说我们在浇水的时候 不多浇几次的话 非常容易引起一些地方浇不到水 所以说我们用这种方法 给它浇水的话 大家也要避免这一点 那么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给兰花浇水的两个方法的利和弊 希望能够帮救到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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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